说到理由,大家肯定最先想到的她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,但是最有印象的还是她的那一头长发了,她这个发型可以说是保持了有几十年,一直都没有变过。 看到她的这个发型,感觉她就像一位艺术家,而不太像一位主持人,但是对于外界的这些质疑,她从来不会过多去解释什么,而是一直还延续自己的这种风格,从未做过什么改变。 她这个发型也就印在了大家的心中,不过后来不知道,她是因为什么原因,竟然狠心剪掉了自己的长发,不过看到剪掉长发的她,可以说完全是配弱两人呀。 整个人变得帅气了很多,然后就有很多网友调侃说,这真的是被发型给坑了大半辈子啊。 换了一个发型,简直是比整容还要好用,因为李勇是一位新疆人,大家都知道新疆的男士都喜欢留着胡子和长发,所以看到李勇肯定也是不足为奇的。 不过现在的她完全逆袭了,说到华晨宇,粉丝们都喜欢叫她花花,她是通过快乐男生出道的。 当年的她也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,拿下了冠军的宝座,她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自己的自虞头发型,不过粉丝们一直想让她剪掉。 后来的她可能也是想着重新改变一下自己,敬礼勇之后,也把自己的头发给剪了,看到剪完短发的她,真的是整个人都十分的阳光帅气,简直就是达到了颜值的巅峰呀。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,这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呀,其时从她出道这几年,她变化一直都是非常大的。 最开始的时候,走的是小清新的那种路线,留着十分可爱的锅盖头,还戴着一副黑晃的戴眼镜,给人一种学生的感觉。 现在的她可以说变得逐渐成熟了,不过话又说了回来,她是一位歌手,小编感觉大家应该更关注的是她的作品。 其实这几年以来,大家也能看到她的努力,战绩可以说是很不错的,和她差不多一起出道的歌手,现在都销声逆迹了。 只有她还活跃在这个舞台上,作为一名90后,她能在鸟巢里面开演唱会,可见是很有实力的,你们喜欢华晨宇吗?